民进党举办517大游行 没有想到支持者在参加了之后呢 在马路上竟然遭到了警察给撞成了重伤 那么今天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 家属可以申请过赔 张姓跟徐姓两位受伤的民众 现在张先生的伤势比较严重 不过现在也已经稳定了 生命迹象稳定 换句话说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那徐先生今天初步观察 他很有骨折的现象 等一下可能会动一个手术 我除了当面向他们质疑以外 也跟他们保证我们台北市政府 会负起所有的责任 因为这是我们公务员执行 公务中间的疏失 所以他们可以申请国陪 另外就是我们严谨的车